如何在Windows 11中设置指纹识别器? 如果您的惠普笔记本电脑配备了指纹识别器, 您可以使用指纹登录计算机以及应用程序和服务而不用键入密码。 要使用这一功能,请在任务栏中搜索并打开设置。 选择账户,然后选择登录选项,选择指纹识别,然后单击设置。 此时,会打开Windows Hello设置窗口。 选择开始,如果出现提示,请输入您的计算机密码或PIN。 然后,系统会要求您触摸键盘上的指纹传感器。 选择要用于登录的手指,将指尖按在指纹识别器上。 Windows Hello会引导您抬起手指并反复触摸指纹识别器, 以便扫描到完整的指纹。 该过程完成后,请选择关闭。 您现在可以使用指纹登录计算机以及应用程序和服务。 在HPSupport YouTube频道上,查找更多有用视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记得您订阅,订阅 编号 适量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